客戶究竟在我們好傢伙訂做了什麼傢伙呢 現在事不宜遲 立刻逐一跟大家介紹 Let's go 門口一進來大家就看到一個中空的獅子櫃 然後最底就做了一個圓空設計 方便放一些常用的鞋和拖鞋 在中空位置客戶就選擇了一個香檳式的鏡底 配合整個單位的輕車風 好了 圓關櫃再走前一點 其實就已經看到廚房了 廚房其實做了一個水紋玻璃的摺疊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門後面有一個高層的櫃 還可以放在櫃櫃 所以摺疊門是很省位的 而且特地選了水紋玻璃 我們現在就進去廚房看看 剛剛也說了 在門後面有一個高層的儲物櫃 為什麼呢 因為廚房的間隔有點奇怪 它這個櫃是凹了進去的 所以客戶為了平平這個位置 就特地做了一個高身櫃 除了可以放雪櫃之餘 嗯 這裡呢 是可以有很多櫃墨位的 所以就不會浪費了這個角位 說回廚房的設計 客戶又做了一個U型的地櫃 左右兩邊做了吊櫃 為了配合它自己的風格 所以特地加配了銀彈 我呢 一米五五的 這裡呢 跟我完全沒有違和感 因為女主人和工人姐姐 都跟我一樣感到高 這個就是秘製傢俬的好處 補隨完全屋計劃 成品到上第一部分完成了 其他位會怎樣做呢 大家記得follow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個鐘仔 下條片再見 拜拜